这是一款10x10的超小迷离主机 只有0.6升的体积 前置Oaklink接口 加上双风扇散热 满血的HDMI 2.1 双2.5G网口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了AMD锐刃7-7840HS 标压移动CPU的高性能迷离电脑 天背GEM10 这款0.6升的超小迷离电脑 不是为最高性能设计的 厂家文案描述的最高性能释放 也只有45瓦 但是板载内存是6400MHz 所以我们稍微有了折腾的空间 大家最期待的性能使用场景是哪一类呢 天背GM10 装置AMD锐刃7-7840HS 8核16线程标压移动CPU 类置Radeon 780M核显 32G LPDDR5内存6400MHz 3M.2PCIe 4.0 NVMe接口 三屏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 加WiFi6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单槽小电源是19V6.32A 一共120W功率 小猪肌可真小啊 全身上下都是通风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音频接口 双USB3.2A口 USB4接口 Oklink接口不支持热插拔 要关机后才能插拔 后面板 19V电源接口 双2.5G网络接口 满血的HDMI 2.1接口 两个 双USB3.2A口 左右有通风口 底部看得见风扇 顶带也有通风口 真的到处都是通风口 取下底部4颗螺丝 很轻松打开后盖 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右边的后盖有散热风扇 内存是板载的32G 这里有三条PCIe 4.0X4的NVMe插槽 还有一块可拆卸的WiFi6无线网卡 这里就是Oklink接口的小板 它是接在主板上的M.2接口上 没有占用NVMe接口 看一下接口连接方式 BIOS里有预设的性能模式 平衡模式是35W 高性能模式是45W 我们这次使用的是手动模式 跑45W和更高性能释放 我们先设置选存 最高只能8G 我们选择了8G 这里设置性能释放 我们手动设置了45W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条直线运行在45W 整机功耗跑在70W CPU频率运行在3.9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40分钟内 GEM10 CPU功耗保持在45W 室温25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84.3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46度 我们首先使用天背 GEM10主机的 锐刃器7840HS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0分57秒 共计657秒 目前排在所有小主机的前列 和机械师Mini 2差不多 接近明凡的13900H和13700H CPU-Z多线程6684.7 单线程669.8 多核性能 是和同时45W性能释放的 机械师Mini 2差不多 GegBench 5多核11330 单核1925 45W性能释放比较普通 接近机械师Mini 2 GegBench 6多核12061 单核2617 仍然是排在7840HS 后一点的梯队里 CityBench R23多核15784 单核1783 多核性能超过了机械师Mini 2 在45W释放的780M核线中 它排上了中间位置 PASMAC多线程299 单线程3972 多线程成绩 接近145W释放的机械师Mini 2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7840HS 45W的性能发挥 和其他45W性能释放的 7840HS相比 差不多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1570983 CPU得分913,566 我们还给这台7840HS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956,381 XX20381,0601 CoreMark 475,954 在CoreMark成绩上 和其他45W性能释放的 780M核显也差不多 接着玩游戏 DP线5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80多接近90帧 复载场景70多到80帧 荒野大标客2 1080P低画质 运行评固测试 平均帧49帧 幻兽帕鲁 1080P很低画质 不开抗拒尺 跑起来60多帧 打起来50帧出头 英雄联盟 4K重画质 最后打团战 90帧左右 原神1080P高画质 跑起来接近60帧 星穹铁道 1080P非常高画质 跑起来60帧 战斗接近60帧 这就是7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游戏测试完以后 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 室温25度的时候 CPU最高温度是78.9度 SSD最高温度47度 板载内存 没有传感器 就把主板传感器最高温度54度 当作内存最高温度吧 我们也看一下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 Spy 3079 Fire Strike 8454 稳定度99.6%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 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Time Spy 3079分 比所有7840HS的得分都高 也比Ultra 5的125H 3004分高 Fire Strike 8454分 接近最高分 目前测试的结果 依托于CPU45W的性能释放 依托于板载LPDDR5内存 6400MHz的频率 这是6400MHz的内存读写数据 我们为了提升游戏性能 可以对内存 时序进行超频 按照上面的步骤 就可以选择 7500MHz的频率 我们再跑一下 内存测试 对比看一下 读写都有10%以上的提高 再来跑3DMark Time Spy 3191 Fire Strike 8724 比较一下 内存频率 从6400MHz提升到7500MHz 图形性能 大概超过了3%的提升 更进一步 我们可以手动把CPU性能释放 从45W提升到54W 先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条直线 运行在54W 整机功耗跑在了84W CPU频率运行在4.1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40分钟内 GEM10 CPU功耗保持54W 室温25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94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47度 我们也测试了 54W功耗释放下的CPU性能 CPU-Z多线程6942 单线程670.7 多核性能 相比45W性能释放时 有了4%的提升 接近7000分了 Gegpen G5 多核11564 单核1939 比45W性能释放时 提升不到3% Gegpen G6 多核12272 单核2578 也是不到3% CPU-Z多核16448 单核1776 多核性能 相比45W释放时 提升超过4% PASMAG多线程 30780 单线程3976 多线程成绩 提升了3%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7840HS 54W的性能发挥 相比45W性能释放 有2%到4%的提高 接着看 这时的娱乐大师 总分1574,870 CPU得分927,881 54W的CPU性能 7500MHz的内存频率 那么 此时3DMark的Time Spy 3228 FireStrike 8785 都是前所未有的最高分 但是相比45W的7500MHz 只提升了1% 相比45W 6400MHz 提升了超过4%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 4K144Hz 10位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了满血的HDMI 2.1标准 USB4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10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USB4接口能够支持4K160Hz的 10位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索利OLED电视连接HDMI线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120Hz10位YSBCR444的 非压缩信号 Radeon 780M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应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8K60帧AV1视频 可以流畅播放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这是一台准系统 我装上了我的爱国者7000Z 2T NVMe SSD 7100兆B 达到了PCIe 4.0X4的最好水平 USB4接口 外接雷电硬盘盒 3100兆B 满血的外置存储读写能力 WiFi测试 Intel AX200 Wi-Fi6无线网卡 跑上了8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非常好的水平 Intel I26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Apple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 没有兼用性问题 天背GM10 装置了8核16线程的 7840HS CPU 4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75W 待机最高功耗8.8W 54W的性能释放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90W 待机最高功耗9.5W 如果要取得CPU最高4% CPU超过4%的提升 整机功耗增加了10多W 这就是要付出的代价 按上面这两个结果 120W单槽小电源可以搞定 室温22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2.5度 SSD待机温度43度 这台小主机 45W性能释放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48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接近38分贝 可以算是非常安静的 天背GM10迷里电脑 装置了8核16线程的7840HSCPU 可以设置45W到54W的性能释放 45W性能CPU表现一般 GPU表现不错 得益于它的6400MHz的板载内存 我们手动修改BIOS设置 以达到54WCPU的功耗 7500MHz的内存频率 CPU性能提升最高4% GPU性能提升超过4% 此时CPU最高温度95度 整机功耗提升了十几瓦 还是算可用的 当然这么小的机身肯定不会是 追求峰值最高性能的设备 三口PCIe 4.0X4的NVMe 还有前置的奥克林克接口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超前的旗舰配置 这才是这台超小迷离主机最大的亮点 如果要挑毛病 那就是把其中一个HDMI换成DP接口 再把USB4后置 是不是就更加完美了呢 总结一下 45W的性能一般 但是核显游戏性能登顶 54WCPU释放 7500MHz内存频率 有4%的提升 小巧做工优秀 散热精英也优秀 各种接口齐全 USB4也能接入PD电源 接口兼容性完美 这是2024年 我们目前看到的 各方面全都优秀的迷离电脑 体积 性能 接口 散热 精英 它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天背GM10 值得我们向所有需要迷离电脑的朋友们推荐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